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郭伯雄案件和巴纳玛文件 究竟谁在转移实现 这几天呢 郭伯雄被移送起诉 和巴纳玛文件的出现 闹得满城风雨 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 有什么样的关系 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郭伯雄是江泽民 安插在军内的最高的代理人 军委副主席 实际上在目前军改和习近平 在军中清理江派的这么关键时刻 也就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这个时候 现在的话 把郭伯雄公布出来 说要移交这个司法 移交这个起诉 实际上我觉得跟习近平进一步打江 跟整个打江的部署是非常有关的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协联盟啊 这么有一个这么一个组织 是吧 他提出来发布了一个文件 叫巴纳马文件 其中涉及九个中共高官 通过一家巴纳马的律师行 在国外注册公司 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郭伯雄案件 是为巴纳马文件在转移视线 那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了 是吧 到底是哪一个事件在转移视线 下面呢 我们首先就要通过这个 这两件事情的先后时间顺序 来看一看 用事实来做这结论 在3月30号 3月31号和4月1号 实际上在中共的组织系统内部 开始传达 这个内部传达 就是关于郭伯雄案件的 这个违法违纪情况 以及呢 教训这个同胞 然后呢 这个传达的方式 实际上是打破了中共 一贯的层层这个传达 从上到下 是吧 这个传达的方式 而是采取了一杆子打到底 也就是说呢 有山东这个一个街道的 这个大妈 是吧 他收到的这个传达 实际上是跟在部级的官员 是同时收到的 这种情况下 以前是没有的 然后呢 在4月3号 就是卫纪委 也就是卫生计划委员会 就是原来的 叫做卫生部 是吧 这个官方网站上 也传达了 这个郭伯雄案件 这个同胞 是吧 然后奇怪的是 在4月4号 这些东西呢 都被拿下去了 然后到4月5号 又重新统统上线 作为一个公开的同胞 那么实际上 这个巴纳玛文件 最早的出现的时间 是在4月3号 那么 从这些这个线索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 看到两个基本的事实 是吧 一个事实呢 就是说 这个郭伯雄案件 实际上是先出现 然后呢 巴纳玛文件是在后 这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是吧 可能被人忽视了 就是习近平 实际上在 3月28号到4月1号 这个期间 是在捷克和美国出访 是吧 那么 我们现在可以 这个做一个判断 根据这些事实综合起来 是吧 我们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了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这个郭伯雄案件的传达 以及内部的传达 和公开的通报 以及传达什么内容 是吧 通过什么方式 这些传达 这个实际上 应该是在习近平 3月28号 出访之前 定下来的 因为不可能嘛 如果说习近平 不在北京的话 那么 像郭伯雄 这么重大的这个案件 他的这个传达 一定是要事先经过 习近平同意 定下来的 不可能在 他不在场的时候 这些人就自己 说了算了 是吧 那么 呃 然后是在 3月30号 3月31号 和4月1号 按照 3月28号 习近平 出访之前 定下来的东西 在进行 那么这也就是说呢 这个 巴拿马文件 实际上是 出现在4月3号 是吧 然后4月5号 呃 这个才 公开了在 所有的网站上 这个出现了 从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 判断 就是什么 就是说 既然 这个郭伯雄案件 他的传达 是 这个 在先 而巴拿马文件的 这个 呃 出现是在后 那也就是说呢 一个先出现的 这个 这个郭伯雄 这个案件呢 他是不可能为后来出现的 这个巴拿马文件 呃 去转移实现 是吧 而恰恰相反的是呢 就是说 后来出现的 这个巴拿马 文件倒是可能为先出现的这个郭伯雄案件来转移实现 或者是冲淡他的这个效应 是吧 这个是可能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 这个 这个事情 这个巴拿马文件背后是有人操作的话 那么 这个人 他是 在什么时候 是在 这个 郭伯雄案件 这个内部传达和公开通报之间 利用这个时间差进行的 是吧 那个 也就是说呢 这个转移 对郭伯雄案件 这件事情 是可能的 是吧 从时间上判断 是可能的 从逻辑上判断也是可能的 而 这个 通过 郭伯雄案件来转移对 巴拿马文件 这件事情 从时间上和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是吧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从这个事实判断上 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 是吧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这郭伯雄案件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是吧 为什么 呃 要转移 人们对他的这个 关注和这个冲淡 这个郭伯雄案件的这个 他的这个 起到的效应呢 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三个原因 我们下期再见